住家監視器拍下 門口一輛黑色轎車靠近 副駕駛坐下了一名男子 动手把请勿停车的告示牌撤掉 让驾驶可以顺利倒车入库 停好动作熟练直接下车 却是停在别人家 屋主气炸po网 我家当你家 把巨马移走 当自己家车库停车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要怎么处理 超级没有功德心的 他应该要去停停车场 而不是去占用人家家门口 停车位的话其实都有 只是需要再绕一下 而不是这样子看到人家的家门口 就给人家停进去 屋主强调这不是骑楼是私有地 却被不知哪里来的游客霸占停车 停了一个多小时要走还乱丢垃圾 随手一抛拍拍屁股走人 网友狂酸告他啦 停一台车在他前面啊 可惜没铁门不然直接关下来 感觉好像这他家一样 没钱租停车位吗 那屋主还是可以依照 民法上侵权行为 损害赔偿的一个请求选依据 来请求对方寄 付出还非常的金额 24号晚间十点多 在台南花园夜市附近 遇到阿把游客 不甩住家请勿停车告示 直接搬走还停车停的 理直气壮 真当自己家连垃圾都乱丢 却因为没有围墙 可能不构成侵入住宅罪 离谱行为造成屋主困扰 或者脸皮停车 让人傻眼 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